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陸之前出現了一個叫白紙的運動 現在看看後續有什麼新的消息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引述了三名之前有參加抗議活動人士的表示 大陸方面開始調查一些曾經參加過抗議聚集的人 所以街道上有不少警察 甚至其中有一個自稱北京警察的內電 要求抗議者去到警察局 他們就在星期日夜晚的活動進行一個書面記錄 另一例是一個學生接到校方聯絡 問他有沒有去過抗議現場 就要求他提供書面陳述 其中一名北京抗議者就向路透社表示 他說自己在拼命刪除聊天記錄 他說警察太多了 警察就去檢查其中一個朋友的身份證 然後帶走他 就不知什麼原因 幾個小時後就釋放了他 但其實如果用微信的話 你刪記錄是沒用的 他看得到找得回的 所以其實都可以說 於是無補因為人家要查 就要問回騰訊那邊拿記錄就可以了 這個報道就表示了 北京市的公安局沒有就這個查詢 就回覆任何事的 而北京外交部的發言人就表示了 權利和自由必須要在法律框架之內去行使的 而這個報道呢 亦都是講緊啦 說北京上海警察在這些社群媒體 Telegram的群組訊息那裏 顯示會有人集會的地方進行巡邏 而警察就晚上在這些地方把手 確保就不會有人再次聚集了 就說有好多警察在外面巡邏就維護治安啦 有民眾表示了 警察就要求經過這些地方的市民 就拿一部手機出來查一下有沒有VPN 有沒有Telegram 那對大多數的中國市民來講啦 用VPN其實就違法的 那有一個叫做任意的中國網紅 兔主席之前亦都在他的微博上發文的 就說這個白紙運動是有境外勢力去參與的 而這個報道亦都是表示了 中國當局就在那裡警告外國勢力在那裡危害 對外國安全和指責外國勢力在那裡搞煽動呀 那這個就是路透社那邊的報道來的 就關於這個白紙運動的下文啦 那今集就和大家更新到這裡啦 我都不評論太多東西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那記得順手訂閱我們頻道啦 拜拜